大家好,歡迎來到料理123,我是丘寶郎 接下來呢,教大家一道客家小炒 我們今天使用了魷魚啊 第一紋不腥,第二摸,它不沾黏,這樣子就可以了 先順紋對開,然後再用逆紋剪開,然後像這樣子 那我接下來就要泡半個小時,什麼都不加,就泡冷水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呢,點點的油,沒有要看多 豬肉,把它盒進來 豬肉呢,我們稍微把它變成有一點點焦黃焦黃 接下來就要放我們的豆干 那正常來講呢,豬肉、豆干、魷魚這三種 我們在餐廳、在飯店的時候都全部有油炸 蒜頭、辣椒,那我們做到一半,中午再加 然後接下來呢,就把魷魚也放下去 魷魚放進去,差不多拌好了 接下來,蔥白,因為蔥白就像蒜頭一樣 兩邊握它的香氣才會出來 來這裡看一個重點,也是吃的 吃甜甜的 魷魚、滷肉也是吃甜甜的 接下來呢,醬油膏 然後,泥酒,就要浪費 沾一點點的水 然後,輕鬆 蔥菜 蔥菜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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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蔥菜 讓我們把它放進去,是最對味的 漂亮喔 最後,白胡椒粉 湯,可以選擇一要五要 一點點的香油,我吃在這裡 很香耶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來,今天就是為大家來吃飯的客家小炒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感謝大家